再來跟大家持續的追蹤是 封存疫苗既然要 30年的時間 到底裡面有什麼樣子的內幕呢 有人就爆料說這個成交價 恐怕就是沒有辦法公開透明讓外界知道的一個關鍵 這個部分是美麗老董事長吳子佳他說了 他認為 蘇貞昌跟陳時中買的價格跟郭台銘相差了1億美金 到底是被香港人A走了呢 還是政府A走 這個部分都沒有人知道 因為執政黨現在也不敢告他 因為假設一告他的話就不能封存30年了 要解密這個神秘的檔案 而且吳子佳說他也懷疑他們是被香港人騙了 因為他說 以他了解的蘇貞昌 是不會貪污的 但在這個部分 陳時中 當時的衛福部長以及 以及疫情的指揮官 他到底知不知道裡面的細節呢 顯然是知道的嗎 可是他面對外界的質疑還有這個封存30年的這件事情 他在跑選舉行程的時候被問到 他只說沒有黑箱 只有政治黑心 一樣是在玩文字的遊戲 而且他說保存的越久 越能保存 真相 你把真相 不公開透明 掩埋起來了 民眾要怎麼樣在30年以內的時間知道這裡面 採購的真相到底是什麼呢 但 陳時中也說 只是公文的管理 的勾選 所以呢他認為沒有黑箱 只有政治黑心 可是 網友很多的選民 聽到陳時中這樣的說法就說要換政黨 查封存 這個部分也可以來關注到的是議員 徐巧新啊 他就 批評陳時中了 他說 不封存30年就買不到疫苗嗎 他根本 陳時中就是把說謊當飯吃 因為據他的了解很多的國家包含像是日本 就有公開採購疫苗價格 大家輸入上網Google一下 就能清清楚楚 採購的數量採購的價格各國是多少 但是台灣卻要把這樣的封存 資料封存了30年 而他也說吳思瑤說 採購疫苗是保存 不是保密 但是呢這個保存就是不給你看的意思啦 徐巧新也說很多看過的立委都說大多數的資料都塗黑了 到底是要民意機關監督什麼給外界看什麼呢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可以來關心到的是不只是 民間當時在採購疫苗的時候非常出力也很給力 這個部分 在慈濟的話 勸募支出的明細 其實裡面清清楚楚了 包含像是花費了32.1億 購買500多萬劑的疫苗 那平均每季都在630塊左右 沒有封存30年 買不到疫苗這個說法 讓大家打上了一個大問號 甚至呢 民間單位 買疫苗到貨的速度都比 陳時中要來得快 所以網友也在質疑啊 保存跟封存 意思應該是 不一樣的吧 因為現在這個 採購的專案被 衛福部認定是密件 必須要30年後才能 揭秘 引發外界的質疑 那指揮中心指揮官王必勝 他就親上火線說 從來都沒有密件這件事情 他強調 30年是指公文的保存期限 更公開結智到今年底 政府採購疫苗的技術 還有總共花費的金額 換算下來 每季大概是765元 我們在採購疫苗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這個 種類很多 那跟不同的公司 都有這個簽約 他都會有要求保密的這個期限 那都不一定相 都不一定一樣 所謂30年增益 我想這個是 指的是這個公文 公文的保存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他是因為他是一個巨額的採購 那所以 他把它設定保存 我想說保存的期限是30年 那當然 他上面會寫一個密 那個密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個是指的公文的處理 方面 不是指的是國家機密 因為國家機密必須要簽合 在公務機關每天產生很多公文 如果有寫密那我們在這個傳遞上 要這個做一些保護 所以我在這邊強調這30年指的是保存期限 歐盟以及美國也有被揭露講說 他們一季大概是買多少錢 那是大家自己去算 他給你一個總預算 給你一個支數 那你就去除 可是這個時候這中間會有很多謬誤 譬如說 他這個總預算裡面包括不只是採購的費用 也有管銷注射這些相關費用 那你用一個大的數字去除以一個這個 這個一個 總數 那這個算出來 其實只能說他表達說所有的疫苗平均 大概是多少錢這樣子 胡子佳有說這個封存30年是因為採購金額差了 郭台銘差了1億美金 不曉得有沒有這件事情 我想這個都是道聽途說 那這個詳細的數字他也不可能知道 所以這個都是在保密的當中 這是合約裡面的 我們現在花的總數 那 跟這個平均的這個支數 這個也可以算 算到今年年底 差不多有5351萬劑 那這當然是扣除捐贈的 這個總共花的疫苗費用大概是408.6億元 那用這個去除 那大概每劑 大概是765元 所以這樣聽下來 疑點很多 大家的質疑聲浪很大 才需要政府公開透明相關的資料給大眾一個交代 因為吳子佳也有持續的爆料說 封存的資料裡面當中有 有跳過 代理商購買疫苗卻被大陸擋到的合約 那經過比對 蘇生昌陳時中買的價格比郭台銘貴了1億美元 到底是誰A走的 來看看他怎麼分析 其實他封存30年 只有一個合約 只有一件事情大家都不要搞錯了 哪一件事情呢 就是當時他透過無姓家長委員 去搞的那個合約 那個合約就是跟現在的公開的書的合約一模一樣500萬劑 透過香港的中間人去搞的 然後那個合約 最後被中共 介入說你沒有你按照合約規定要透過總代理商上海復興公司 然後把那個合約 把那個合約阻擋掉了 但是本國的行政院長已經批示了 已經把錢定金匯了5000萬美金出去 然後把合約簽完了寄給德國人 結果德國人把合約寄還給他 所以他把這個作廢的檔案 公存30年 OK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檔案的價格是這個價格的一倍 一倍 所以大概要2000塊 我比過 這兩個合約價格 比郭台銘買的 因為郭台銘有實際告訴我他的價格 因為郭台銘有跟我談過 最後的成交價 單價我都知道 因為這個合約 就是一億美金 我現在跟你講多狠 一張合約給你貪污一億美金 價差一億 我當然我懷疑啦 他們被香港人騙了好不好 台灣人比較笨 有可能 因為那種突然換一個中間人 他裡面可能又這樣子在關一手 過去我認為蘇貞昌不會貪污啦 因為他對這個合約 他就覺得忍動雞腿 那那個錢後來討回來沒啊 那個錢後來 那個錢有寄回來給他 就這個一億美金是被香港人A走 還是被蘇貞昌的政府A走 我們不知道 一億美金我也講出來了 你為什麼不告我 都沒有人告你 告我他又不能封城30年 因為我要調場案 他要告我他要封城 封城30年他要解密啊 對不對 萬一法院說不行 吳子佳被告 你把這個封城30年 不能絕對機密了 那檔案要拿出來給我看 要拿來法院 那他解密不是白解一通 而且這只是其中一份合約嘛 那他其他的合約會不會有 其他A很多的啦 你知道這背後是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 因為檢調單位 我們的司法機構 我們的調查局 我們的法務部 我們的法院 部分的法院 已經被他們整個滲透進去了 OK 所以他有把握在後面不會出事 因為你後面司法 他控制住了 他才敢貪汙 你知道嗎 普通話他一下被我告就起訴了 那是怎麼貪啊 海皇鮑魚干貝 A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他蛋白質 是雞肉啊 是牛肉 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呢 礦物質遠高於 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購 輸入我的推薦袋 把CTI627 就可以享有 這扣油會喔